8月7日有媒体曝光了近日偶遇到演员任仲与孙潇潇两人单独相约出行画面 当天,任仲的车行驶到某话剧院 与演员孙潇潇先上车,接着任仲才跟着孙潇潇后面下车 但到了话剧院门口时,孙潇潇十分安静地在路边等待同行的任仲 进了话剧院之后,两人真像是一对小情侣刚开始约会模样 看完话剧后,两人乘坐任仲的车离开 孙潇潇先上去,之后任仲跟着上,举止十分自然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